各位典牌师 各位讲师 各位千贤 大家好 不学战道天师得了千千大德 一起感谢各位千贤 也不学机会学奖 那我们就接着讲这个心灵 这个我们讲说 不断贪瘾 上面一句 这个 性空的治理 那个贪瘾只要我们进入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 那个空性之中 它自然就会离开贪 离开那个瘾 这个性空的治理 可以离开所有的 我们那些不好的那些习惯 习惯性都会离开 那么任运 浮沉 这个 任运 就是任着我们 那个佛性本体的运转 那个浮沉就随胜 还成得 这个首有一切 随胜誓言 无拐 就是跟那个张走 那个悟道记 这个一样的意思 那么灰青 灰肘 灰浅 灰浅 灰身 本来 灰骨 建在 灰金 所以这一段就全部讲 所以我们那个 佛性本体 它灰青 灰肘 灰浅 灰浅 本来 它当下 就是存在 灰骨 不是这个 古时候 所以这个都讲了 要我们把握这个当下 所以 只要我们都没有这个三星 没有过去心 没有未来心 没有现在心 那没有三星 就没有四象 没有三星四象 我们整个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就呈现 那么呈现 在当下的时候 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眼前 一念就万年 万年一念 各位有印象吗 这个都要听得很熟 因为刚接触的时候 会觉得它很深 因为我们以往都没有研究过 不了解 所以我们现前的一念心性 竟然有万年 亿万年 不只有一万年 是亿 已经上亿亿万年 亿万年前 我们现前的一念就已经在 亿万年后 我们现前之一念还在 它没有变化 虽然我们身体不在了 可是我们那个现前的一念 不生不寐的真心佛性本体 它都在 那这一段在描绘 就是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 它灰青灰肘 灰浅灰身 又本来灰骨 现在灰金 我们看见它显现在眼前 但是不是落入金 不是落入我们现在 所以要了解到 我们那个佛性非常的奥妙 它就是用语言来讲的话 就比较有一点偏差 可是我们没有用语言来讲 完全都没有办法去体会 所以我们讲说 现在 那现在呢 因为现在不住 现在 住不住 它不住 马上就过去了 所以没有现在 那也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那三星都没有 三世啊 就射受我们不住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有三星的话 我们会被三世 过去世 现在是未来世 把我们射受 那射受呢 我们就要进入六道人回 那假如说三世 都已经射受我们不住 我们没有三星 三世啊 都没有办法把我们射受 那没有办法射受 我们就不用进入六道人回 各位天前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蛮重要的 因为这个 到这个状态 都是很深的 一个佛理 只要我们有三星 我们会不知不觉 被三世射受 那我们既然被三世射受 就一定在六道人回之中 有过去世 有未来世 有现在世 那假如说我们呢 都没有 三星完全都没有 那三世没有办法射受 我们就不用进入六道人回 可以啊 解脱 这样了解一次吗 是有一点深 我们要了解说 只要我们呢 用心 我们都会呢 进入啊 那个真理世界 那么真理世界啊 就全部都是我们 不生不寐啊 真心佛性本体 所以这个是很重要 我们进入呢 我们那个佛性本体了以后啊 那个才叫真人生 已经呢 修正 那我们修正了以后 可以脱离啊 这个凡尘 三界都可以脱离了 那我们啊 不是说脱离三界 就不能来 我们又可以啊 花园来 又可以啊 变化来 可以呢千百零发生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佛性啊 是非常的奥妙 可是我们啊 平常啊 都没有去研究 没有探讨 不知道 那我们一研究了以后啊 慢慢的 会把那个佛性的 一些啊 我们的本体 以及他的功能作用啊 全部都呈现 那呈现了以后啊 我们就了解说 我们这一生啊 没有白来了 我们追求的方向 非常正确 所以我们了解说 这一段 见债灰金 我们那个啊 了了不明的 那个佛性啊 见债 可是啊 他不时宜啊 现金 就是呢 不时宜啊 现在是 怎样懂意思吗 是有一点点深啊 比较深深一点 哦 那么见债无助 我们见债 就是呢 不生不昧佛性本体啊 在 可是呢 无助啊 它不会呢 住在一个 这个角度 这个角度 不会住在一个形象 所以呢 这个见债啊 无助 见债啊 本心 我们那个见哦 就在我们的本心 所以佛性一直强调 哦 我们日常所用的心啊 那个四心 那个是生命变化 那个不是哦 我们哦 那个真心 不是本心 我们的本心呢 就是把六根对六成 产生六四的那个心 全部放下 放下以后啊 我们再讲说 啊 我就都没心啊 我已经没有心了 那个已经全部都没有心的心啊 叫做本心 那我们有哦 生意念的心啊 那个叫忘心 这样了解意思吗 嘿 我们六根 眼儿彼此的生意啊 对六成 色生香味赐发 然后产生六四 嘿 那个叫四心 我们认识的心啊 那认识的心都是生命 生命变化 这样知道吗 啊生命变化 我们假如说拿这个心来修道 他也一直在生命变化 我们道就修不成 所以一定呢 要把这个生命的心啊 我们去掉 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 来修呢 不生不灭的道 各位会背吗 会不会背 用不生不灭的心 修不生不灭的道 会不会背啊 一定要会背会做 不能用生命心来修道 我们用不生不灭的心啊 来修道 那我们了解到 不生不灭的心啊 就在我们当下 我们把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生的时候啊 那个就已经是啊 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 各位都找到了没有 还有很多人都没找到吗 还是没有信心 信心都还不够 纵然有找到也不敢肯定 所以回答的声音啊都很小 那我们要了解到喔 对自己啊 不生不灭的真心啊 假如说肯定度增加了 那我们喔 那个相信自己啊 成佛 那个啊 那个成分就加高了 因为喔 成佛就是呢 不生不灭的真心 成佛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启发 我们不生不灭的真心啊 那成佛就没有希望 这样知道吗 所以对了 我们那个不生不灭的真心啊 一定要认识 要启发 然后要培养 让他茁壮长大 不会很困难啊 只要我们在日常生活之中 有空闲的时候啊 就坐万年方向 然后一念不生 那个时候啊 就是不生不灭的真心啊 那有简单吗 很简单喔 对那个时候啊 整个啊 只要万年都放下了 一念都不生 那个就是我们常驻真心 就是你不生不灭的 真心佛性本体 这样了解吗 一定要启发 一定要认识 然后呢 只要我们启发了 认识了 然后呢 我们培养 培养一段时间以后 都万年放下一念不生 一段时间 以后就有 般若妙智慧 所以般若妙智慧 不是我们落入环尘以后 有身体去学来的 而是呢 我们佛性本体生花 那个般若啊 各位会写吗 那个般若 我们口语叫什么 若呢 若呢 对 就是般若 因为般若是翻成我们中文字 那个范文 它直接就叫般若 然后拿我们中文字 那个般若来添上去 它本身呢 就是佛性既备的智慧 是佛性本身既备的 不是学的 所以我们学的 都是叫聪明 那聪明的话 跟般若的意思不一样 因为呢 聪明的话都是不肯吃亏 那不肯吃亏的话 我们在翻成不好 为什么 不肯吃亏啊 会把浩然正气 全部都用掉 因为想占得便宜 不肯吃亏 那我们般若是不同 般若从佛性也发挥出来 那个是天地的真理 那天地间的真理啊 一生花 我们该怎么做 那个波罗庙智慧啊 会直接告诉我们 那个学不来的 要学的话 一定要万脸方向 凡尘事啊 都已经没有了 波罗才会生花 那有波罗庙智慧啊 所以我们对真理的认识啊 就透彻 就会很容易 那假如说我们对真理的认识不容易呢 那表示啊 我们的贪念凡尘的程度啊 太深 就是对凡尘的这些有形有相的东西啊 太在意了 然后想拥有财产 拥有呢 有形有相的东西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波罗一定都跟我们 没有缘啊 不会呢 这个 在我们身上呈现 所以我们要放下呢 尘严 凡尘的所有一些成功啊 我们都放下 放下以后 波罗才会生花 那有波罗庙智慧啊 我们 那个真理啊 那个了解的程度 很自然而然 它就会呈现 那我们一了解真理啊 不会造业 那不造业啊 就不受苦 所以我们啊 都解脱了 所以要解脱喔 就是要自己努力 不是呢 这个求外在的喔 那个先佛 帮我们解脱啦 是我们自己啊 从内心 了解真理解脱 所以喔 这个健在本心啊 我们对自己的本心喔 就是真心 常住的真心啊 一定要认识 一定要启发 这样呢 我们休息到来 就很痴灾 那么本来喔 不存喔 本来极精 那个本来不存耶 因为呢 那个健在本 这个本心以后啊 怕我们这个住向 住在形象 所以喔 或许时常讲 我们住在形象喔 就会产生烦恼 喔 然后我们住在形象啊 就有喜欢讨厌 然后我们住在形象呢 喔 就有取舍 然后取舍啊 就是行为 我们行为的取舍啊 就是造业 业已经造了 就要受苦 会不会感觉说 嗯 这就都听过了 有没有 因为喔 这个真理啊 再怎么讲呢 都不会变化 都是真理 所以喔 或许都 一直在讲 都会反复啦 听到后来的时候啊 各位都会背的 我讲第一句喔 那个最后一句 你都会背的出来 一定会听得很熟 这个就是喔 真理 真理就是这样 他不会变化 所以我们喔 最开始下手的时候啊 就是要了解说 像 形象 是假的 事情 也是假的 他是因缘即会 演技则生啊 演善就美 他都不固定的 我们一知道啊 形象都不固定了 我们就不用住相 那相都不住了 我们不会产生烦恼 没有烦恼了 我们没有喜欢讨厌 没有取舍 不会造业 不用受苦 这样呢 就就脱了 所以我们了解喔 我们在完成 为什么有烦恼 就是因为我们住相 住在形象 事情来了 我们住在事情的形象 这样呢 就有烦恼 那我们了解说 他都一直啊 在无常变化 所以不要住 不住了以后啊 我们心啊 就自有自在 那心的自有自在 我们那个喔 思想领域啊 很宽广 思想领域很宽广以后啊 我们的做法 就不会喔 脱离啊 这个真理 那只要我们都喔 不离开真理 不会造业 不造业就不受苦 所以这个呢 都一定要知道 所以呢 本来不存 啊 本来啊 极金 我们那个真 真心佛性啊 就显现了 在我们眼前 我们了了了不明的 这个知觉性 就是我们佛性 就是佛性本体 是很灵敏的 只是我们日用喔 不知道而已 那么菩提本有 不需呢 用守 那个菩提啊 就是觉 我们喔 每一个人啊 都有那个觉 觉性呢 我们每一个人都有 所以我们了解说 菩提啊 本有 不需呢 用守 就呢 啊 这个不用呢 去守着啊 我们那个喔 那个菩提 可是喔 各位也了解 这个喔 一 法龙禅师啊 他是讲说 已经非常习惯了 非常习惯以后啊 喔 各位前一前 我们呢 这个 这个吃饭的时候啊 欸 我们要不要去守着吃饭 是不是肚子饿很自然的喔 欸 我们剩的饭啦 欸 这个坐在餐桌上 就会吃饿 很自然而然 对不对 欸啊 所以喔 法龙禅师的说法 也就是说 我们啊 对自己啊 喔 那个佛性的认识啊 已经很透彻 时时刻刻呢 都是用佛性 欸 所以都是用菩提 喔 所以那个菩提本来有 不用呢 再去守 欸 因为喔 刚这个婴儿出生的时候啊 我们要一直教导 喔 要教导他呢 喔 慢慢的啊 会奏起来 慢慢会走路 然后慢慢也会吃饭 慢慢会奏施 那个开始的时候啊 都一定要用心啦 欸 那已经到很熟悉的时候啊 支一些都不用 欸 所以这个喔 不需用手啊 啊 那个是已经啊 非常熟悉的程度 喔 对我们自己啊 那个菩提 喔 对我们自己的觉 喔 那个佛性啊 都已经非常熟悉啊 各位浅浅 对自己的佛性啊 熟不熟悉 真的很熟悉嘛 是熟悉我们佛性呢 还是习性 我们对自己的佛性很熟悉 还是对自己的喔 那个习惯性很熟悉 好 所以各位就要了解说呢 我们的习惯性喔 是很熟悉啊 那佛性就不一定了 有一些习惯性呢 他并不复合佛性 我们佛性里面 有没有贪生吃 有 我们习性里面 有没有贪生吃 有 你看 是不是差别很大 是差别很大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在日常生活里面啊 我们都会不知不觉的 走入啊 我们的习惯性 就是那个习性啊 会呈现 所以我们呢 开始修道的时候啊 就是要来检视一下 我们这一些习惯性呢 合不合真理 有很多的习惯性喔 跟真理不相合 所以喔 我们就要把不相合的 跟真理不相合的 习惯性啊 把它去掉 我们的习惯性啊 里面喔 有喔 这个情绪在 可有没有情绪啊 不但有 还很强烈的 对不对 很强烈的情绪 那我们修道喔 就不能用情绪啦 因为用情绪以后喔 完全都喔 不理啊 不理啊 不理 不理会真理 跟真理喔 已经喔 这个不相应 所以喔 只要人一漏入情绪啊 你跟他讲理都讲不通啊 讲通嘛 不通了对不对 因为不可理喻啦 漏入情绪喔 都不可理喻啦 所以我们修道啊 就是啊 不能有情绪 一定连都是要讲这个真理 跟真理啊 相符合 那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的佛性里面啊 没有脾气 也没有毛病 可是我们习惯性里面啊 各位先生有没有 喔 不但有还蛮多耶 喔 对不对 欸 啊我们就是要去掉 喔 去掉呢 这一些喔 脾气跟毛病 喔 把它呢全部都去掉 喔 因为那一些对我们呢 啊 有伤害 没有帮助 喔 我们不要他 然后呢 我们喔 启发我们喔 喔 喔 本有的那个佛性啊 欸都让他呢 發揮啊 他的功能作用 喔 所以啊 欸那个 喔 菩提本有 喔 不需用手 就是在讲这个状态 喔 都已经呢 都是呈现啦 欸我们那个佛性本体的状态 那麽环瑙本无啊 喔 不需要用手 欸 这个环瑙本来就没有啦 各位先生 我们现在有没有环瑙啊 我们都不敢讲说没有啦 对不对 喔 因为环瑙呢 喔 时时刻刻啊都会呈现 喔 很多呢都会呈现 那我们要了解到喔 那个环瑙 那本来没有的 那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 那个叫 因缘忌讳 那因缘忌讳的东西啊 是不是变化无常 喔 啊所以变化无常的东西 我们要不要去 喔 住在里面 喔 喔 对 都是不要啦 喔 所以环瑙本来没有 那我们假如说环瑙来了 就要了解说 这个是因缘忌讳 喔 很多因缘记在一起 让我们烦恼 他呢 喔 不久啊 就会变化 就会消失 所以在还没有消失 还没有变化之前 我们就一先知道 喔 他会变化 会消失 那这样的话呢 那个烦恼的程度啊 就一定不深 深不深 深不深 因为我们知道它会变化 喔 所以那个烦恼的程度啊 一定不会很深 可是现在呢 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啊 那个喔 我们会想 喔 这个事情这么烦 喔 那要多久啊 我们会把它当成固定 所以烦恼会很深 那假如说我们走路真理 喔 用真理来分析喔 他是演技喔 因缘忌讳 才呈现 让我们烦恼 那他也一样 一直啊 在变化 所以一定有这个眼散的时候 那一年喔 消失了 那个散掉了 是不是烦恼也弃掉了 中间那个烦恼 是不是多出来的 就是多余的啦 假 玩乐都假 我们的烦恼 对事情都没有帮助 所以我们喔 就是要了解到 喔 来 烦恼的来 是我们已经喔 缺少啊 那个清醒的头脑 头脑已经不够清醒 不够清醒的时候啊 欸我们啊 会被啊 这个事项 事情形象 迷惑 当事情形象迷惑我们的时候啊 欸我们就是要 用清醒的头脑来处理 这个时候 一定呢 要 最好就是用般若 可是假如说还没有的时候啊 我们可以用耶喔 那个八正道里面的正思维 喔 我们用耶八正道的正思维来失守 失守这个事情喔 是怎么样最理想状态 它一定会过去 那我怎么处理呢 一定有一个刚好的角度 那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会啊 欸 采取那个上上策 喔 不会采取下策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培养 喔 齐理事情的时候喔 喔 无理无土的 那一定是不会最好喔 喔 那个答案啊 也自己也不会满意 那假如说我们喔 真的进入啊 修道轨道 欸 凡事啊 都有理账 事情里面啊 都有真理 那我们从真理的角度啊 来解决事情喔 这样呢 欸 就会很理想喔 喔 所以要培养喔 喔 所以啊 我们已经喔 进入喔 第十二个月 之一个月喔 而已经这个到达 月底的时候啊 我们就已经一年喔 整整一年 那各位就可以回想 这个一年前喔 跟现在喔 到一年喔 喔 我们的心啊 变化大不大 刚开始的时候喔 或许还记得喔 我们是要研究多久啊 我们都很忙耶 有没有 啊是要研究多久啊 各位姐姐 我们要研究多久啊 希望研究多久 我是一直称赞喔 我们南部啊 比北部理想 因为喔 在北部啊 要听得懂喔 都一定要差不多两年啊 两年的时间喔 才对啊 这个真理啊 能够听得懂 可是我们这边还没一年耶 竟然很多都听懂了 喔 尤其我们在讲的 跟沿通的时候啊 不是都 欸 大部分都懂了吗 有没有 喔 喔 都没人赢了 我们就可以回想喔 我们当第一次来讲 二斤沿通的时候 那个时候不是喔 啊 啊 在听瑞了 啊 在听瑞了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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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或许不会讲啊 所以没有办法使各位懂 我说没关系 我们放着 喔 我们之后再来讲喔 第二次再讲的时候 欸 就完全不一样了 喔 可以接收了 喔 啊讲是一样啊 喔 讲语也是那一章啊 喔 都没有喔 这个不一样的地方 那就在我们的心 我们心那个时候 完全都没有喔 接受真理的 欸 那个熏陶 啊所以喔 完全都不知道 可是当我们一段时间以后 欸 已经知道 稍微一点了解了 再来听的话 欸 可以懂了 喔 可以懂 可以进入啊 欸 我们内心世界 要进入啊 我们那个内心世界 欸 跟真理相应 那么跟真理相应啊 欸 我们喔 真正的踏上啊 修道的轨道 才真的叫修道人 各位 现在啊 嗯 承不承认自己是修道人 所以喔 我们不是只有沾一个免而已啊 是真正的修道人 喔 把我们呢 不生不命的真心佛心啊 喔 修得非常光明 严满 喔 真正的朝这个方向 喔 努力 那进入啊 不生不昧的佛心啊 喔 对我们来讲 追身啊 是最有价值 喔 绝对不会后悔 一定会非常高兴 欸 或者都说喔 喔 那个冬天的时候 睡觉不是要盖棉被吧 喔 盖着棉被都偷笑 都一定偷笑 喔 太好了 喔 太出身了 啊 现在各位喔 晚上睡觉的时候啊 欸 盖被单啊 是要偷笑还是偷哭啊 大概都没有啦 翻来覆气而已啦 喔 没有翻来覆气的话喔 要做功夫 欸 万年放下 一年不生 就睡着了 不用喔 这个吃安眠药 欸 那个北部前前跟后学讲 喔 他以前啊 都是一单 喔 那个大医院 他说那个喔 小医院还 不开给他那个喔 那个安眠药 要到医院去开 喔 他都要吃那个安眠药 才睡得着 他说喔 竟然做这个功夫 这么好喔 万年放下一年不生 就睡着了 比那个安眠药 还好用 欸 所以以后各位假如说 睡不着觉喔 赶快做 万年放下一年不生 保健睡着了 明天起来喔 喔 精神很好 那个头脑很清醒啊 喔 因为或许以前喔 曾经做誓言 就是呢 晚上要睡觉的时候喔 不要有一个念头 看看明天起来 会什么样子 很清醒啊 很舒服 然后喔 隔了一段时间以后 另外一个事业 晚上不睡一直想 想东想西啊 无事乱想 看看明天早上起来喔 会什么现象 各位天前 会什么现象 那个头很痛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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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是喔 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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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因为我就是实验 我去实验实验 人家讲的我不喜欢 我不果同 就是不是这样 那我要自己实验 自己实验以后 原来这么简单 所以那个时候就开始 我一直讲很喜欢讲 见到人就讲 后来不行 被人家误会说 你身经太麻烦了 所以才收念一点 要听才收 不听就不收 所以那个时候 我们第一堂课才会讲 你坐着两个小时 我把三十年的经验都传给你 你就省下三十年的摸手 不是很好的事吗 有没有 就是很好 不用摸手三十年 所以各要了解 那个万年放下 一年不生 是三十年的经验累积下来的 所以你要了解 说那个万年都放下 万年放下 还有什么 你就没放下 你再有什么 那就是缘 你就要放到什么都没有 那个才真正的事万年放下 你万年放下的时候 那个时候呈现的 就是无心的心 就是真心 就是常住 就是佛性本体 你看 那经过三十年摸出来 然后我就没有 然后我就没有 也没有 这个要求各位什么 就一下子在第一堂课就讲 有没有 这个第一堂课就跟我们讲 最好的 就是你万年放下 你一念不生 你到达你整个 不生不昧佛性都呈现 你那个滑稀的程度 各位前嫌 可以不用睡觉了 我们那个氧都充满了 因没有了都充满氧 所以都不用睡觉 那个高兴 原来我们有这个东西在 什么东西 不生不昧真心佛性本体 就是成佛的原因 就是这个 还有钱吗 我们一定要抓到他 所以在生活之中 你有空闲你就走 万年放下 记得 有什么来的 那个都是言 都要放下 全部都没有才正确 这样知道吗 就是因为在想说 一定回去没有努力走 才会一再丁铃交代 一定要做 一定要做 做了以后 你会自己本身 感觉到你的变化 万年放下 有一年不生 然后接下来的生活 内心不一样 外表形象不一样 我们跟人应对进退 不一样 全部都不一样 整个都变化 所以我们以往 喜欢跟人计较 你在做万年放下 一年不生以后 你想要计较 都会觉得说 不用 假的 有没有这样 没有感应 做的还不够 所以才没有那一些 那一种形象呈现出来 只要我们一对自己 不生不昧佛性 本体的认识 越深入 那我们对凡尘事 就越不计较 越看淡 这样才是正确 那因为各位都还没有 那个样子 所以我在想 一定是没有努力做 才会一再顶礼 交代 要做要做 这个倒是要实践的 不是光听而已 光听的收获就不大 然后你开始 真的努力的万年放下 应该不生 你的周遭亲朋好友 他一定会感受到你的变化 当他感受到你的变化 你怎么变这么多 怎么这么好 你就跟他讲 我就求道在收道 是不是光明正大 对不对 我们回想一下 我们给社会的一些观感 都不怎么理想 人家都会 那个嗤之以鼻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为什么会这样 我们佛老师 后那个掌道盘 一直要我们成千座 我们拿一个地址 体会老师的心意 没有啊 老师辛辛苦苦 我们都在 我们怎么样生活 一天过一天 对不对 所以要努力 我们这一生最有价值的 就是已经求到了 那求到已经受期 可以呈现做佛 那看我们要不要 愿不愿意成佛 这个倒是还比较可以 声音大一点 这个愿意 因为完成毕竟是太苦了 只要有形象都是苦 都要在形象之中受苦 那我们呢 就是要了解到 一透彻认识自己不生不昧 佛现本理以后 然后我们再回 回头来看 我们所有的一切作为 以往的所有一切作为 我们都会觉得 真的都是成功 完成的武功 都是我们会觉得 没有价值 各位前姐 会觉得自己活得很有价值吗 有没有 有没有 所以我们开始研究性语心法 明心见性 这个以后的生活 就是要够得非常有价值 最起码我们自己 认为自己每一天的生活 都很充实 都够得很快乐 就好像在天堂一样 要学那个圆肥 圆肥的环境很困苦 住在那个违章建筑里面 单死瓢淫 没得吃没得喝 这个人不堪其忧 所有人都没有办法忍受 他的那种物质生活 可是肥也不改其了 圆肥为什么那么快乐 就是他完全的明心见性 身体早晚都要还给天地 我们哪一个人说不还 不行 都要还 早晚还都是还 像老前跟后学讲 那个时候在天佛愿 说 跟后学说 你把天佛愿照顾好 你出去 就是出去天佛愿 也是死啦 你在这里 也是死啦 他住顶都爱死啦 所以你把自己照顾好就好了 那个时候老前是跟后学这样讲 后学是没回答 点点头 可是现在想一想 我也没有把佛愿照顾好 所以完成事变化无常 变化无常 所以有时候 理想呆 人家就不让你呆 你也呆不住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完成的事随眼就好了 随胜事眼 然后我们有理想 就要努力的去完成它 所以那个时候 老前也时常讲说 我们都是扮一段 一个人要扮一段 老前说 他扮的那一段 就已经差不多了 后学在想 我也差不多了 可是 那个三十年 这样累秀下来 吃不甘 就把他住在冰茶里面 所以说 这个虽然是很简单 可是不知道就是不知道 我们那个不生不妹 佛性本体 不知道的时候就是不知道 更怎样就是不知道 我这样转身 前神 从南到北 所有寺庙 我都这样 门去找 去找我 那不生不妹 真心佛性 说竟然说 我找到一句话出来 天下的乌鸦 对啦 说去找一句出来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那个不知道的时候 就是不知道 所以我们研究心理心法 你假如说你听不懂 那你跟讲的人说 我知道 我知道 你不用说了 那讲的人他一听你的话 他就知道你听不懂 所以这个假不来 明心见心的东西 不能假 假不来的 不懂就是不懂 你讲出来的话 就已经告诉人家了 你到什么程度 讲话 所以各位前神 以后要洗眼如金 爱洗我们的语言 就像金 会不会 因为你讲出来 人家就知道你修到什么程度 所以就是要沉默 沉默是金 洗眼如金也是金 沉默是金也是金 都要动作金 语言就是金 讲要复合真理 真理也是金 所以我们在凡尘 没有用的话就不用讲 讲出来都是跟真理相合的 复合的 这样的话 我们一生就会很有价值 最起码在自己的认知上 活的很有价值 不会说我都买了 不会说这一生 白白浪费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一天的时候 要一天的工夫 要做 做万年方向一年不生 体会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当我们一体会了以后 我们要了解到 各位前神 这个 近西空骗法界 就是所有的整个西空 都是我们真心佛性 都是真空 都是妙有 都是佛性本体 这么宽广 可是我们现在都把它局限在身上 谢谢你 很窄 那假如说我们能够体会 我们那个佛性的 那个卢卢不动 真卢 而且不是一直在讲吗 用那个照相机的原理来讲 所以我们那个佛性是卢卢不动 冲在整个西空 像霍学是在基隆 基隆有我的卢卢不动佛性 我到台南 台南有我卢卢不动的佛性 不管我到哪里 我那个佛性都有 都在 我不用带来 我不用从基隆带来 这里就有 有我卢卢不动的佛性 所以各位要了解到 我们纵然到外国去了 外国也一样 有我们卢卢不动的佛性 宽不宽广 非常宽广 可是我们都不认识 就我们要投入时间来认识 认识真卢 真就是不假 卢卢卢不动 因为我们卢卢不动 有卢卢不动的真心佛性 所以我们看万象 还看得清清楚楚 我们都知道 玩那个照相机 你按快门的时候 绝对那个镜头不能放动 你稍微一点点放动 你洗出来的相片 模糊不清 所以我们要了解 都是不能动 才会清晰 那我们的佛性一样 不能动 你看了才会清晰 这样了解意思吗 我们那个卢卢不动的真心佛性 冲在整个宇宙虚空 所以我们在讲耳根圆通的时候 上天很慈悲 下大雨 又打雷 让我们能够体会 原来耳根圆通就是这样 有没有 所以上天对我们很慈悲 然后我们一修 这个明星见信 上天又很慈悲 把水都带来 我们不缺水了 台南缺不缺水啊 缺 不缺了对不对 这个叫做心变化 然后天地跟着变化 以前会缺水嘛 现在没有了 你看 就是我们的心已经都变化 然后上天 把我们照顾得很好 各位都可能不会去想到说 这跟我的心有什么关系 要了解到 天心随着人心在出来 我们人心都很坏的时候 那个天灾就来 我们人心很好的时候 那个灾难都消失了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因为我们受到这个华语诸论 心里面高兴 外面的形象也让我们日用不缺 理不理想 理想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我们的心影响到整个天地的变化 所以要启发 我们每个人都有不生不昧的真情佛心 可是我们认识都不深 不够 那我们现在也就是要 用一点心来认识 多用一点心 认识了以后 我们可以 越追越深入 深入到我们的法线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是很深的 很宽广 一到这个虚空以后 不只有我们现在住的地球 它超出了 又到整个太阳虚 又超出了 到整个宇宙 所以无量的佛世界 都有我们不生不昧的佛性在 可是我们都不认识 不知道 都不会把它 好 启发来用 那我们现在呢 就是要研究 就是要了解 明心 见性 见性就可以成佛 所以 我们讲说 烦恼本无 不需用处 就是烦恼本来没有 所以我们了解 以后 我们遇到烦恼的时候 要告诉自己 本来都没有 为什么会有烦恼 本来都没有 这样的话 那个烦恼 就不会很深 然后事情一直在无常变化 很快就过去了 真的是本来就没有 烦恼就离我们远去了 那么灵 灵脂 制造 幻法归如 那个灵脂 灵敏的制造 那个灵脂 就是我们的佛性本体 发挥出来的 那个灵脂 灵敏的那个知觉性 制造 就是能够回光返照 造我们自己 灵脂 制造 那么万法归如 反成了万法 这个法包容万象 不管是形象 不管是事情 不管是我们心想的 全部都叫法 那么万法 我们都知道 万法皆空 对不对 万法到归 归到最后 他都是空 所以万法皆空 空性即是佛性 我们一般都缺少 那个后面讲那句话 都只有讲万法皆空 没有接下来说 空性即是佛性 就缺少讲这一句话 然后让我们万亚皆空 转避万空 这避着什么 什么都没有 空瓦了 变成空瓦 那假如说 我们知道说 万法皆空 空了以后归入到佛性 所以空性即是佛性 这样的话 我们就会很踏实 所以万法归入 归到如如不动 归到真如 所以归到不生不昧的佛性本体 所以我们了解说 一真法界 一真一切真 有没有听过 一切假 一假 一切假 有没有听过 有 真跟假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差别在哪里 真就是不会变化 没有形象 有形象会变化 都是假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开始修的时候 要知道说形象一直变化 所以形象都是假的 不要住相 所以我们身体 身体的形象是天地的物质 所有风土重演即会 借我们用 我们都要还给天地 然后我们佛性是没有形象 然后我们身体的 所有风土没有直觉性 所有风土它没有直觉性 可是现在形成我们身体的时候 身体有直觉性 然后佛性没有形象 在我们身体的时候有形象 就变成一般一般 然后我们自重形象 就是自重所有风土 那个叫假 一假一切假 然后我们自重佛性的 叫做真 一真一切真 这样懂吗 我们现在是自重佛性 还是自重身体 是真的吗 我们在外面这个跟人应对进退 都是自重佛性吗 刚好相反 刚好相反 佛性都不见 我们跟人家应对交际的时候 佛性都不见 见到的时候身体 所以都是现象 那个叫一假一切假 都不真 都不真 然后真的呢 就是我们心 可是心看不见 没有形象 可以献献 心看得见吗 没有形象看不见 可是可以体会 可以领悟出来 人家那个不好的心 一呈现的时候 我们可以知道 可不可以知道 人家心已经起那个感念 可不可以知道 是可以知道的 人家是真诚的心 还是那个虚伪的心 我们是可以知道的 所以自己要训练 你走入真理世界 再来看凡尘 那凡尘的一切 逃不够你的眼睛 你眼睛一看了 你就知道 那个事情的真相 所以我们呢 要朝这个方向 这个努力 所以万法归乳 归乳 那个真乳 就是我们那个 不生不昧的 那个佛性本体 那么无归 无受 我们那个 说万法归乳 归到真乳 可是呢 在现象之中 他没有 没有说归在哪里 然后也没有说 那个乳去接受 全部也都没有 所以那个是一个收获 就是讲的 让我们知道 在现象之中 全部都没有 没有来也没有去 都没有 都是假的 形象呢 都是假的 然后无归 无受 没有归到真乳 真乳也没有接受 可是已经呢 都恢复到本来 那么节观呢 旺守 就是节观 已经呢 我们到达 这个目标了 到达目的地啊 就是把我们那个 做官的那个功夫 都去掉 不用呢 这个做官 节观了 然后旺守 因为已经到达 这个目标以后 不用去守 好像呢 我们这个过河 要用那个指法 然后当我们到达 对岸的时候 那个指法 就不用去守住他 不要他的 不要了 那个工具 我不要了 不用守 所以节观了 旺守 那么似得啊 不生 这个似得啊 就是常乐 我敬 就是已经恢复到 我们那个本性啊 常 常住的 乐 很快乐 没有那个痛苦的 没有对待的那个快乐 常乐 我 我就是如来 我就是佛 敬 就是清敬 常乐我敬 到达呢 四得 那个是成就以后 都有 都全部都在 常乐我敬 然后呢 这个四得啊 我们啊 这个不在心中里面啊 这个产生 四得不生 他自然呢 都祈备 全部呢 都在 那么三生呢 本有 这个三生啊 就是我们这个法生 佛生 还有一个什么 报生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 我们呢 有这个 法生 然后有 果报生 然后呢 有 那个现象的 那个法生 那在我们 这个 行为之中 那个法生呢 就是我们佛性本体 然后呢 然后我们报生啊 就是我们现在 这个 呈现的 那个 波罗妙智慧 然后呢 那个 化生啊 就是我们的行为 我们有 这个行为出来 一个行为啊 就是一个化生 所以喔 所以喔 这个三生呢 我们本来就有 有 有法生 然后有 爆生 然后有 化生 然后我们又可以啊 这个三生呢 我们又可以啊 进入啊 那个我们那个 自体的三宝 佛法生啊 佛生 法生 跟呢 啊 这个我们喔 生 佛法生 生人的喔 那个生 所以喔 我们了解说 喔 佛生呢 佛就是呢 佛性本体 法就是波罗妙智慧 生呢 就是我们行为 欸 我们做出来的行为啊 欸 那个就是喔 生 三生呢 本有 本来就有 每一个呢 都有 不止喔 这个羞耻的 欸 就是我们众生也有 喔 一样有三生 那么六根呢 对静啊 分白 歸世 我们六根呢 眼耳鼻舌生意啊 喔 对着外面的静 静呢 就是喔 色声香味出发 我们呢 六根对着静 然后呢 能够寥寥分明 那个分白啊 分白呢 就是寥寥分明 可是呢 喔 我们要了解说六根对静啊 那个啊 能够寥寥分明 那个啊 不是事 不是认事的事啦 各位姐姐 不是认事的事是什么 所以喔 就是要启发喔 我们各位喔 那个失守的那个能力啊 欸 这边喔 那个法隆禅师讲 说我们六根对静 六根对静喔 都会有寥寥分明 那我们平常喔 欸 都是用我们的事心啊 认事的心 可是这边喔 法隆禅师已经呢 把他那个事心啊 去掉 不是用事心 那不用事心的时候 是什么 欸 就是我们真心啊 所以这边喔 说六根对静 温北灰式 就是我们喔 不生不昧的 那个佛性本体啦 所以各位姐姐 假如说我们看文字喔 很容易会被文字喔 误导 错误的引导啦 欸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他的喔 那个 疑 他讲出来的 到底是在讲什么喔 喔 那个重点啊 欸 就是那个喔 禅师啊 他是在讲什么 要去了解喔 他既然说 我们六根对静啊 能够喔 清除了温北 可是喔 不是我们事心 那这个就是在讲 常住真心啊 那你了解吗 因为喔 各位要知道 我们在讲的事心啊 忘心 那么忘心喔 我们 怎么样的起心动念 我们起心动念 才叫忘心 对不对 那个起心动念是谁 谁在起心动念 就是佛性喔 各位姐姐 我们要知道喔 我们有法度起心动念 我们能够喔 这个生化意念 就是佛性本体啊 所以喔 各位喔 要回光返照 生出意念 谁在生出意念 就是佛性本体 你有佛性本体喔 才生出意念 各位先生 不要想说 那我就有脖子了 脖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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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喔 你看喔 我们一口气一段 就脖子了 他有办法起心动念吗 没有办法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 对不对 那个起心动念啊 就是佛性本体 所以只要我们喔 回光返照 不要去管念头的内容 我们回光返照 那有法度 怎么样可以生念 那个可以生念的喔 就是佛性的本体 这样认识吗 很容易喔 很容易认识我们佛性本体 对不对 对 只要起心动念 那个在起心动念 就是佛性本体 喔 很容易对不对 可是我们在日常用的时候啊 没有回光返照 没有在注意啊 起心动念的那个源头 我们都是起心动念喔 那个念头里面的内容 我们很注意 我们已经进入啊 那个念头的内容去行为了 对不对 所以差就差在这里啊 很小对不对 我们起心动念了 然后我们从念头里面喔 就是在喔 跟人这个交际应对了 他就是全部在那个喔 念头的内容里面 没有说回过来啊 看谁有办法起心动念 所以我们那个回光返照啊 就很重要 我们应对啊 完成的万事喔 千叉万别啦 应付不了 应付不完的 那我们一回光返照啊 佛性啊 就是单一 就只有一个啦 所以我们只要一回光返照以后 就已经能认识到自己佛性本体了 那只要我们喔 一进入他的起心动念的内容 那你去应付完成的事啊 应付不完 做不完的啦 做得完吗 哇 哇 不 这个不相应 哈哈哈 哈哈 哈哈 完成事 我们做不完的啦 喔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喔 喔 我们不要呢 被我们的念头啊 欸这个喔 这个喔 拉着喔 到处走 欸 所以一定也要回过来 看到那个生化念头的是谁 喔 我们回过来看发生化念头 喔 原来是不生不昧的真心佛性本体 所以只要一回来 不是到清静彼岸了吗 回头是岸啊 到不到 欸 到清静彼岸了 所以喔 不要去管外面的凡尘事 一回光返照 我就已经到达清静彼岸 欸 我就已经成佛了 容不容易啊 好 可是我们都不愿意做耶 因不愿意做啊 不愿意 喔 这个回答还蛮快的 所以喔 各位姐姐 只要你起心动念 你就要注意喔 不能叫乳乳 不能被那一些念头拉走 我一定要回光返照 喔 回来看看谁生化念头 欸 我照顾那个生化念头就好 欸 那个喔 念头内容那个我都不 喔 不去重视它 欸 这样欸 我们修就容易了 喔 就已经抓到根源了 老天师常讲啊 摸到根的呈现做佛 摸不到根的喔 瞎休息 各位摸到根了没 摸到了 喔 就可以呈现做佛 欸 我们都可以相信自己了 喔 从内心呢 产生啊 喔 那个相信的程度 真的我们是摸到根了 可以成天做佛 喔 摸不到根的瞎休息嘛 所以我们喔 就是要了解到 很重要的喔 用不生不灭的心啊 修不生不灭的道 才是喔 正确喔 喔 所以一定呢 要了解到喔 喔 那个真理所在 一心无望啊 喔 万言啊 调词 欸 欸 我们一心欸 就是常住真心 欸 都呢 不进入啊 忘 喔 那個忘了 喔 喔 喔 那个生命变化的世心啊 欸 我们认识他 知道啊 就好了 喔 不住在呢 那一些妄心里面 喔 然后万言啊 调词 我们所有万言呢 都把它调 调到齿心 像我们上上个礼拜 第一句啊 那个正信调词 有没有 还有没有印象 有 那个正信是什么意思 哇 那两个礼拜而已 就都还调词了 不是说正确的相信吗 要相信什么 相信自己 对 要相信自己 相信自己啊 不生不昧的 尊虚佛训 哦 不是信到外面去啊 是相信自己 哦 正信 正确相信自己 然后调词 哦 跟这个呢 万言啊 调词 是一样 就是把它调到直心 不要呢 调到生命心啊 我们在完成喔 各位姐姐 我们的心都是弯弯曲曲啦 有没有看过那个小龙 有没有 他有没有死的时候 没有 都是弯弯曲曲对不对 就好像我们凡人的心 我们的心都没有直心 都是弯弯曲曲 而且都蛮厉害 勾心斗角 那个心啊 都是弯弯曲曲 没有直心啊 那所以喔 我们要修道 也就是要调直 要把直心喔 能够调出来 那个直心呢 就是道场 道就是佛心 道场就是佛性的场所 宽不宽 很宽广 所以我们只要呢 进入直心 就进入道场 直心就是道场 直心就是我们佛性的 那个呢 直 我们直心呢 就是我们佛性的地方所在 佛性呢 整个呈现 也就在直心 所以我们呢 就是要用 我们呢 这个应对的第一意 那个就是直心 所以我们蜿蜒要调直 要调到直心未来 不要弯弯曲曲 一弯曲了喔 事情就很多了 他一直心都没事了 所以只要落入呢 我们呢 完成的那个现象 哇 就千叉万倍 那么心性啊 本齐 同居啊 不虚 这个心跟性啊 这个心跟性啊 它本来喔 就相等齐啊 心就是性 性就是心啊 可是呢 我们在运用的时候啊 心跟性啊 有不同的角度啊 所以才用不同的文字 心性呢 他本来都是一样 他本齐 然后同居啊 心跟性呢 本来啊 他就同居 他就同时居住在一起 可是呢 不虚啊 不是说 这个心虚性 或是性啊 虚心 没有 不说心堪心 心堪心啊 没有 他本来呢 就是啊 一个东西 是一样的 同样的东西 同样的 同样的 文字版的表现 那么无生呢 圣物啊 无生 就是呢 我们不要产生呢 我们自己的 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心啊 不要呢 产生 然后顺着物啊 无心圣物 甚至呢 这个东西啊 把那个东西 好好的这个运用 所以无生的圣物 我们在凡尘呢 很不容易 我们都有自己的一些 那个有所作为的那个 主张 那我们呢 一落入啊 有所作为主张呢 那个已经呢 就产生很多的 这个事出来 那很多呢 意念一出来以后 那个物啊 你就不管 不会去顺着物 把那个物啊 这个云导到 我们众生的 运用的很理想 那么随处啊 幽区 这个喔 在跟我们讲说呢 随处 就是随着地方守在 然后幽区啊 就是幽呢 就是幽云 不很明显 啊区呢 就是安住嘛 就是随处 幽区啊 就是我们 能够随意而安 不管什么样的现象之下 我们心呢 都能够调整的很理想 就不会有那种 对外境的不满 这个很重要 尤其在生活之中啊 我们呢 就是要了解说 很多喔 假如说我们 漏入自己的企图 有所作为 那就会产生很多事情 哦 那个呢 不必要的事情啊 都会发生 我们随处幽区啊 那个随遇而安 不管什么现象之下 我们都会够得很理想 而且会喔 这个引导 这个所有众生呢 走入啊 那个真理世界 那么绝 有呢 不绝 绝 绝 各位前言 那个绝下面那个什么字 绝 绝有不绝啊 是这样吗 绝有不绝 绝绝无绝 所以喔 我们这个 了解到喔 他这个瓦隆禅师啊 把这个文字喔 运用的喔 蛮 这个奥妙 说绝有不绝 我们那个喔 那个绝性 绝性的时候啊 都在喔 可是我们都不知道 当我们喔 起心动念的时候 喔 那个啊 已经不绝产生的时候啊 才了解到这个佛性的存在 这样懂意思吗 欸 就是喔 我们啊 可以在这个 这个所有的喔 我们的那个 知觉性之下 我们在我们自己的 知觉性之下喔 我们会变成喔 无知无觉啊 然后当我们 起心动念啊 当我们已经啊 进入啊 已经不绝的时候 我们才发现啊 原来解 刚才那个就是 这样懂意思吗 所以喔 各位都很诚诚啊 你知道啊 啊 确实啊 因为这个喔 不容易体会 喔 要知道呢 我们啊 这个可以说 起心动念容易啊 要我们保持这个觉啊 是非常不容易 那假如说我们可以 真正的进入啊 全部都是觉的状态之下 那么那个时候喔 我们用文字来形容 叫做 无知无觉 无知无觉知道吗 无知无觉 无知无觉 可是喔 背后的意思呢 背后啊 嘿 就无所不知 无所不觉 是不是不一样呢 这样我们再来看这一句啊 懂不懂意思了 还是有一点神嘛 要不了解 是这样 所以我们了解说 要到达那个觉啊 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我们说 啊 我都有 我已经都觉了 这个是在一边啊 两边的一边 知道吗 觉了 不觉啊 刚好是两边 那我们假如说 进入全部都是觉的时候 它已经是一体 一体啊 没有对待 没有互相对待 已经是一体了 那么在一体的时候啊 我们用文字来说啊 喔 那个叫 无知无觉 因为喔 没有能知 没有所知 没有能觉 没有所觉 这样有没有比较懂一点点 有能守 或许不是讲 就有四项啊 对不对 喔 那个时候延伸啊 说我能看 是不是有所看 能守 是不是对待 好 能看守看 那你能看的喔 不是一个定点 它一定是差别重生 是不是叫众生相 然后我们又连续的一直看 是不是叫受者相 所以能看的就是我相 手看的就是人相 然后手看的差别重生 就是众生相 然后你连续不断的看 叫受者相 是不是四项出来 那有哪里出来 有能守出来 然后我们再完成啊 什么时候不用能守 我能听 我能做 我能说 我能吃 我能睡 有没有守 在不在能守里面 我们要修到全部都是觉啊 能不容易 目标真的很高喔 所以让我们先了解 所以我们把能守 双敏 敏昧啊 就是消失 没有能 没有守 我们现在有能看 有守看 对不对 然后我们把能看跟守看 把它合在一起 能跟守啊 把它合在一起啊 变成喔 心跟见一如 敏 敏也就是我的心啊 我的心也就是敏 就是心跟敏 已经合在一起 没有能守 各位以前也都听过啊 心敏一美 然后不换思维 但不慈善 鸡之碎叶 而不行开 跪之有也 有听过吗 有啊 好像又蛮生疏的喔 有啦 那就很久了耶 好像这样 你喔 几万年前听到的 蛮久了 蛮久了 这个音乐也是蛮高的一个程度 已经到达 那个 绝对体 到达一体的状态 喔 那个是蛮 蛮深啦 那或许现在喔 先讲一下 让各位都有一些 有一些印象 然后我们慢慢喔 再朝这个方向 来努力的时候 欸 就会喔 就会很容易都了解 喔 了解那个整个 那个内容状态 喔 所以呢 先喔 先知道一下 说那个绝 已经没有能熟 没有能熟的时候啊 他是已经非常高的程度 那我们要到达 欸 就是要经过呢 一些羞耻的功夫 喔 努力的把喔 喔 我们在生活之中 我们的很强烈的能熟啊 先把它去掉 强烈的能熟 各位知道吗 譬如想喔 欸 这个我来做 我的响啦 那个喔 就是很强烈的能熟 欸 我们了解说喔 那个内心里面啊 多少都有一点喔 希望人家 称赞 然后喔 你说这个我应该做 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了 有不一样 有点不一样 欸 或许都比喻说喔 我们家门口 欸 那个死以接到部分 欸 是很脏的 欸 掃一掃 那个掃一掃的心态啊 欸 这个走林右舍喔 都在跟你称赞 啊 你就很痒痒得意 有没有能熟 那就有喔 欸 就是希望人家称赞喔 那假如说是我居家的门口 欸 我很喜欢干净啊 这个是我应该做的事 我要把它扫干净 有没有能熟 就插在这里喔 欸 很少的 心的里面的变化 你希望人家称赞的 能熟很强烈啊 啊 你想说这个是我应该做 分内 我分内的事 就没有能熟了 啊 我们在生活之中欸 欸 就去做这些事 欸 这个我应该做 我就来做 没有能熟 这样习惯了以后啊 那个能熟就消失了 啊 消失的时候 欸 你就能够体会到 那个一体没有分泌 这样知道吗 啊 又没有反应 所以喔 这个绝呢 有不绝啊 我们就稍微提一下 即绝啊 无绝 就是呢 我们即绝里面啊 无绝 最高程度的以后 因为有 有绝啊 那个表示有能 有熟啦 那无绝就没有 没有能熟了 哦 哦 那么得思啊 两边 哦 随论啊 好恶 这个得跟思啊 就变成两边 得思得思 欸 我们在反程欸 大太啊 得思的心喔 都很浓厚啦 所以喔 各位姐姐 假如说喔 我们得思很浓厚 我们喔 老的特别快 假如说我们得思都不在意啊 那个不会变化 嘿 你在经过一二十年 人家见到你说 喔 你怎么弄 一二十年都没劳 他表示你没有得思的心啊 那假如说喔 才经过两三个月 喔 你又劳得这么快 他表示他 心里面的得思很浓厚 各位姐姐 我们得思浓不浓厚 对嘛 我都看到各位都很年轻啊 所以都得思都不在意啊 嘿 老师我们前到要努力了 哈哈哈哈 得思心都很浓厚 得思是两边喔 都是假的啦 德我们呢 一口气不来也带不走 那思掉的时候 我们就想说 我生也没有带来 都不用悲伤 对不对 啊德也不用高兴 嘿 你得到很多 全世界的财产 你都得到了 一口气不来了 是不是别人的 对啊 所以德有什么高兴 没有高兴的地方 啊思也不用悲伤 反正我生也没带来 我们生的时候带什么来 我们什么也没带来喔 所以思掉就不用悲伤 我们要了解说 这个来跟去啊 都是双手空空的 然后我们会在反正出生呢 都是月把我们推来 是希望说我们是成愿而来 有愿的要度望众生 这个随论啊好恶 所以我们要了解说 好跟不好喔 这个主权都在自己的心中 好不好呢 我们自己心里面啊知道 纵然外人很称赞 可是我们自己心地 没有那么好的话 那也不值得高兴 那假如说一直被人讲话 可是我们都没有觉得亏欠 那也没有悲伤的地方 所以喔 那个没有论 没有水在论啊 那个好恶 都是我们自己本身也要主宰 那么一切有违啊 本无这个造作 我们要了解说 环成啊 所有一切的这些有违啊 它本来就没有造作 所以喔 都是虚幻不实在 都是假的 这个环成事啊 都虚幻不实在 都是一直变化 无常变化 那么知心呢 不心 我们了解喔 知心啊 知道我们的心 不称为 它是心 无病啊 无药 我们心啊没有病 也不用用药 各位心有没有病啊 这个心病是没有药医喔 那个真药是医甲病 真病就是心病 真病是没有药医啊 所以只要我们心喔 一生病了 那个真的是没办法 各位浅浅知道这个这个心啊 为什么会生病啊 就是因为我们的喔 那个观念喔 不正确的时候 不过有时候喔 不过有时候喔 像男女之间喔 那个念爱的时候啊 我们说他们观念不正确嘛 也好像也不对喔 也好像也不对喔 啊那个时候啊 那个心生不生病 好像也不对喔 不贪这个 无病无药耶喔 我们呢这个了解说 我们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啊 没有病 还不用药 迷失啊 舍事啊 勿拔回忆 我们迷妹的时候啊 舍掉事情 就是喔 要了解到喔 这个舍掉事情的时候啊 我们呢 那个还没有对真理啊 这个了解透彻 所以我们把事情喔 说啊好啊 我把事情都绑的 全部都放下 这样以为说自己啊 已经是很聪明的状态 可是那个时候 要了解到 还是在迷妹之中 为什么 因为我们处理啊 处理事情呢 事来则业美 事去则见 要有一个真理啊 依靠 真理呢 依赖 所以喔 我们了解说 那个迷失啊 舍事啊 勿拔以后呢 回忆 我们领悟了以后啊 原来 那个我们舍掉的事啊 跟我们没有舍掉的事啊 它是一样的 并没有不同 所以完全呢 都在我们心的差别里 那么本无可取啊 金和用器 本来呢 还成的所有一切啊 都不可取 没有我们能够呢 取得来的 所以呢 现在 这个 不用 这个去掉 不用呢 这个去掉它 那 未有魔心呢 圆空呢 相对 假如说我们有啊 这个魔 已经呢 这个很兴盛呢 找到我们来了 有魔这个心啊 我们要了解说 现在的年轻人 都真的是找某 找那个 上网 他一上网了以后 连睡觉都不睡了 有没有啊 有啊 真的啊 还这么肯定吗 找不找某 所以我们要了解到 我们要能够 运用万物 不要被万物运用 假如说 那个上网已经能够 来控制我们的 那个生活奏息 那这样就不正常 我们已经被物控制 是我们要控制物美 还是要被物控制 对 我们有主宰 我们有那个权 主权 所以主权啊 佛性本体啊 它有主权 你要能够判断 说这个事 我应该用多少时间 要上网可以 我应该用多少时间 到达哪一个程度 不要整个都被它 这个占据了 就整个都离不开了 连晚上睡觉都不睡 所以很多年轻人 会把身体搞坏 那个晚上不睡觉 第一个开始 就是我们那个 那个尿酸 那个尿毒啊 到后来要洗身 知道那个严重性吗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 那个尿酸的那个主室 是3.6到7.2 一般的都是3到7 是一个平常词里面 超过的话 我们那个肾 也就会有问题 就会尿酸 再不抑制的话 就尿毒 再不抑制的话 吃掉了 尿毒的时候 我们要洗肾 所以各位就是要了解到 现在年轻人 那个尿酸指数 大概都到15了 已经超过100 很危险了 真的再不自己控制一下 那个以后真的要洗肾 各位知道洗肾吗 知道 很苦的对 对 那个肾脏功能已经都没有作用了 所以我们不要被那个 外在的那一些东西控制 我们要能够主宰 佛性启发 来主宰我们身体的四听言动 身体全部都听佛性的话 所以按照我们这样 研究以后就知道说 我们真的 这个身体要听佛性的话 真的要努力一段时间 各位的身体听佛性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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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不敢隐 都把身体看得很重 佛性就不管他 没有说佛性命令我们怎么样 我们就去做怎么样 还没到这个程度 有没有 没有 没有 还很诚实 他没到那个程度 所以那些启发佛性的那个 那个工作还需要加强 这个佛性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 不会造业 可是身体命令我们做什么就去做 那个不行 那个夜会造很多 要拉我们到地域去 所以才会讲说 地域无门 你自己撞进来 天堂有路 你都不走 对不对 我们说都可以说 会不会讲 会不会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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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我们这个研究了以后 要从那个容易的地方着手 佛性要我们做什么时候 我们就去实行 这样他慢慢的会习惯 晚上睡觉时间一到 佛性告诉我们睡觉了 然后又开始关灯睡觉 然后呢 早上啊 这个五六点 然后呢 起床喔 我们就起床 那个佛性 这样指挥身体 身体都天花 自然久了 都会很理想 那假如说 我们那个身体 都很赖皮 起床喔 稍等来要睡 再睡一时 然后晚上睡觉 不是啊 电视再吃好看 糟糕了 我们这个佛性 真的是很委屈 他修养又很好 佛性会不会发泌气 真的是修养够好的 只要你身体跟他争了 他绝对让 让身体 很无奈 你看喔 所以喔 我们研究 就是知道 这个真理好 他好了以后 听到好了以后 再接下来就是要做 对不对 他启发佛性的 都好不容易认识了 好不容易把它启发了 要不要听 对 就是要听 听佛性的话 这样呢 我们这一生 才没有白来 不然很快 一转眼 都不知道还有几个 五十年 大概还有一个有没有 我们讲久一点 一百年以后 我们都不在了 对不对 所以一百年很短 一下子就过去了 所以还是努力修 现在因为还没有 全部都佛性主宅的时候 不努力修的时候 会来不及 所以有这个魔心 圆空 向北 我们这个讲话 就是不要有讲话 圆空 然后呢 向北 形象 我们都记备 这样的话 我们就能够了解到 所有的一些魔心 都是从我们的那个心 四心产生 那四心产生啊 这一些都不真 都是假的 那我们呢 从 不讲话的 圆空的 不语言的 然后形象也都在 都没有变化 那这个样子的时候 魔在怎么心呢 他都没有 没有办法拉我们 所以会拉我们 还是我们的妄心 还是我们那个世心 我们世心呢 才会拉我们 才会着魔 那讲到说 我们呢 已经呢 圆空了 不讲语言了 然后向北 所有形象都具备 那这个时候啊 他魔没有办法 没有着力点 他拉我们不走 所以那个 华龙禅师跟我们说 默昧环情 就是环城的这一些环情 我们就是不要去 这个消灭他 他还是在 只是我们已经超越 超越这一些环情 那么为教啊 习义啊 义武啊 这个心妹 我们呢 就是要我们那个义 就是呢 要习 唯有叫我们呢 把意念啊 习妹 我们那个 生妹的意念 很强的意念 我们想做什么的意念 我们全部都把它习妹 我们有行为啊 一定都有意念来 对不对 都是先想 然后才做 那我们把所有的想都去掉了 有没有行为在后面 没有了 所以我们喔 就把所有的意念 那个 要促成我们行为的那个意念 全部都行 然后呢 义啊 义武啊 已经没有 那个义了 义没有了 然后心就没了 我们那个妄想心啊 就没了 义没有了 那个引诱你进入啊 一直想上王 那个义啊 没有了 你要上王的心就没了 这样了解吗 这样了解吗 所以喔 真理啊 毕竟呢 是要靠我们 认识以后啊 去行持 那假如说我们不肯 听真理的话 那吃亏的 又是谁啊 一定是自己啦 所以呢 真理会呢 救我们的 那心无啊 行绝 心已经没有了 那个行啊 行为就没有 所以心无啊 行就绝了 不用耶 正空 不必啊 我们来证悟啊 那个空 自然啊 明测 我们不要来证悟啊 我们的空性 可是空性啊 很自然的 都了解 都彻底知道 明测 自然的明测 那么 魅敬啊 生死 敏心啊 入理 我们把这个生死啊 所有的 生死 我们在凡尘 要了解 都经过无量的生死 我们生花意念的生 意念的下一个来啊 前一个死掉 生死 所以念头一样 在生死里面 那我们把这一些啊 所有的生死啊 都魅敬 那对呢 佛心已经彻底 都启发了解 然后我们啊 这个身体的形象 也让它呢 这个怎么样 已经呢 不关紧要了 生死啊 跟佛心啊 已经没有相关 我们 我们还没有 启发佛心的时候啊 那个身体跟 我们生死啊 是很关系很大 因为啊 夜啊 会把我们推 推来反成 现象 就是生 一定会出生 那我们啊 一启发佛性以后 佛性也跟西空融合 那个身体啊 就变成啊 天地的物质 所以有风土 所以就跟啊 我们佛性无关了 所以那个生死啊 无关紧要 各位了解吗 我们啊 要了解说 我们一追求 佛性也去把明星见性 然后我们已经把 心性也跟西空融合 那么融合了以后 这个身体的生死啊 身体这个物质 它已经就不重要了 这样了解吗 没有启发我们佛性 这个身体它就很重要 因为啊 我们要到这个天堂 要到地狱啊 都是喔 我们这个身体 手造的业在决定 所以那个身体就很重要 那我们已经启发以后 就无关紧要了 已经呢 全部都超越 超越呢 所有的现象 这个很理想 所以呢 或许都鼓励 我们呢 专心啊 已经都全部啊 进入啊 那个佛性本体 以后呢 我们这个身体的生死啊 都无关了 无关紧要 已经都不在意了 那假如说我们没有 那就会在意 所以喔 各位 各位前前 假如说我们喔 这个不执着的话 就不会当鬼啦 那如果不要过急 就不会做鬼了 知道吗 因为固执喔 才会当鬼 所以你看喔 假如说我们有 那个祖先啊喔 一过世了以后 还会回来 跟我们托闷 所以你就给我 修一些金针 给我 有没有 那我们了解喔 我们在凡尘修金针 给他有好 他只要说可以收到的话喔 你怕你孙子 比较久了 给他去开银行 他在那个喔 地狱里面 就可以开银行 所以喔 那个没有用 那个就是固执 执啊 一种执着 那我们知道说喔 凡尘的这个 形象都是假的 既然都是假的 身别都是假的 什么都是假的 那干嘛去啊 你抓不着不着 喔 就不会了 所以喔 这个研究 非常重要 还剩下十五分 我们讲到喔 灭尽生死 刚好喔 各位都把生死灭尽了 最理想的 有问题吗 刘讲师 这边用美国情形 有两个问题 要请问刘讲师 好 请收 第一个问题 刘讲师有提到 做万元方向 一念附生 要从二十四秒 增加到四小时 八小时 甚至二十四小时 请问上班主 如何在一天 可以做这么多小时 是不是专心做事 一念附生即可 可是上班在做事 也不是外缘吗 有位前前说 做万元方向 一念附生 要先入地 若是如此才对 四小时 八小时 甚至二十四小时 对三方主来说 请能达成 不太可能在公司 入定这么多小时 什么是入定 好 这个 各位先生 因为我们修道很活泼 不是讲出来以后 就一个固定方 很活泼的修道方式 那个万元方向 一念附生 是在我们生活之中 大部分我们有八个小时睡觉 八个小时上班 八个小时做一些有的没的事 所以我们在这些所有的三八字里面 有空闲的时候 只要有空闲 然后西南又没有四卦爱 这个时候就可以做万元方向 一念附生 而且各位要了解到 我们最重要就是去体会 体会我们那个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这个万年幻下一念不生 是一个方式 一个方法 一个让我们认识自己 不生不寐佛性本体的一个方法 当然我们不用这个方法也可以 只是说这个方法比较容易 我们可以不一定是要整天的时间 或者说我们24秒24个小时 那个是一个勉励 勉励说我们只要有空闲的时间 不要把那些空闲的时间浪费掉 不要去做一些无谓的事 不要讲一些无谓的话 把那个时间我们拿来做功夫 就是能够万年幻下一念不生 只要我们肯切实的做 能够已经体会自己 不生不寐的佛性本体 那个真心已经呈现 就可以了 纵然我们都没有长时间的做 也没关系 最重要是要能够体会到 我们那个不生不寐的真心 因为那个没有变化的真心 一定要自己体会 那自己体会就一定在 我们万年都放下 一念不生的状态 它才会呈现 那个呈现以后 已经就叫认识 那认识了以后 再有空闲 我们把它培养 培养也一样看我们的时间 看我们的心情 假如说时间有心情又好 那你培养的时间 就会很理想 那很理想的状态之中 那个做了很短的时间 它可以抵很长的时间 所以重点都是在心 那不在于说 几个小时几个小时 那也不是说 要入定以后才可以 走万年方向 不是的 那只要在我们每一行每一夜 只要你有空闲 只要你心没事 你就可以走 走万年方向 真的全部放下 一念都不生 然后去体会 我们那个不生不昧的真心 那个就是我们佛训本体 那个就是成佛的重要因素 重要的因我们抓到 就可以成就 一定呢 体会了以后 一定还要再培养 因为培养以后才有波罗妙智慧 有波罗妙智慧 对真理的认识 比较容易进入 容易进入真理世界 真理认识 我们的行为 那就很简单了 都会从波罗妙智慧 来告诉我们 还有一个呢 第二个问题 有讲师有听到 我们的真心佛性 风涩于虚风 所以不用到基隆区 把佛性带到台南 凡若后选没有去过 纽西兰 泰国等国家 请问后选的真心佛性 是否有 也充塞于这些国家的虚风 照理讲应该是 可是如何证明 这个要如何证明 最好就是人到哪里去 那个就是证明了你确实 到那边的时候 看到什么都是寥寥分明 然后听到他们讲的话 听不懂就是不懂 所以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那一个静西空变法界 这一个呢 就是非常广泛 不只有是地球 它超出太阳序 超出月亮 超出太阳 超出我们五大行星 超出所有的 我们知道的一切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那个佛性本体 非常宽广 宽广到整个宇宙虚空 所以假如说有研究 研究佛经的话 它有无量的佛世界 那就是整个在虚空之中 那假如说我们有稍微去探讨的话 就会知道说 我们所面临的这个地球 人的这个形象 大概也都是这个样子 这个五六秋 六七秋冠 那假如说呢 我们一进入到那个佛世界 那个描绘 他们都是六七重 那个人啊 那边的佛世界的人啊 我们是不可想象的 六七一丈就已经不得了 对不对 他有六七丈 六七丈的高 那个人啊 他有六七丈的高 那个佛世界啊 所以那个《鬼谋结经》里面 去借到那个佛世界 借那个咒语啊 那个咒语啊 各位假如说 有看那个《鬼谋结经》就知道 爬不上去啊 要坐坐不上去啦 你看那个人有多高 所以我们要知道说 我们的那个知识啊 就是很窄 那个幻围不宽广 那个外面的佛世界啊 非常宽广 所以他一描绘出来 我们真的都不敢想象 那个神通第一的 那个木剑脸 他就是要试验那个释迦摩尼佛 讲经说法的阴身啊 可以到达多元 所以他就开始用他的神通 一直啊 一直延伸 延伸到一个佛世界啊 那个哦 木剑脸啊 就竟然就变成啊 我们看到的 我们完成看到的一条组 在他们那个腰带 那个哦 那一个佛世界啊 要用手去打 那一个讲经说法的佛 说不能打不能打 那个是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娑婆世界啊 释迦摩尼佛的弟子 木剑脸 然后他就问木剑脸 说你到这里来做什么 他说他要听那个释迦摩尼佛讲经说法的声音啊 可以传到多元 他说你用你的人的头脑 要来测试佛的那个能力啊 你扯不到了啦 赶快回去 他刚才那一下打下去哦 你就完蛋了 所以我们哦 不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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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不对 木剑脸那个时候还高一点 竟然到他们的佛世界啊 变成他 在那皮大顶头一枚塔 是不是他们的人啊 高得不得了 所以我们就了解 那个只是描绘出来这样而已啊 那我们没有 没有去的 还不知道 没有看到的 还很多耶 所以我们哦 那个知识啊 有限 那我们哦 要了解到 我们用有限的生命 来追求无限的知识啊 那个很危险啊 追不到 为什么 没办法 寿命没有那么差 所以我们要利用 我们可以的生命里面 赶快修正 修正以后 你政府本性以后 要到佛世界去啊 你可以哦 自由自在的去 那个才叫真正的哦 有那个机会啊 我们可以到别的佛世界啊 所以不能用那个很 我们缓成很矮的哦 这一种知识啊 来想想 这样可以吗 还有 四分钟 好 请收 这个张卓秀才步道器哦 想到最后一句呢 就是 想到最后一句呢 张卓秀才步道器哦 那个 想到最后一句呢 就是生死 内盘等空话 生死啊 就是我们凡人的生死 内盘哦 就是进入佛的 不生不昧的领域啊 所以那个生死跟内盘 它两个是相对 假如说没有生死哦 就不用内盘 所以那个生死内盘平等 都是空中的话 都不实战 所以我们就是了解到 因为我们在缓成修持啊 开始努力的时候啊 要先了解说万象都是假 万象都是假 我们不住相 不住相以后哦 进入佛性 那进入佛性以后 我们了解到佛性的整个轮廓 整个状态 整个功能奏用 全部都知道 那知道了以后 我们再回来 回来的时候啊 我们要了解说 有性必现相 有性才会现相 所有的相都有性 所以这个时候啊 那个所有的形象 我们就不用破坏 那个时候啊 华住华位 所有的华都安住在他的本位 华都住华位 然后世间相常住 世间相都没有变化 所以我们啊 时常会听到 这个有一些前前讲 说我们呢 还没有修到的时候 见山是山 见水是水 对不对 然后努力修到以后啊 见山不是山 见水不是水 然后等到修正了以后 见山还是山 见水还是水 有没有听过 对啊 所以这个哦 第一个阶段啊 就是住相 住相耶 看到山看到水 所以我们现在要到各地去观光 那个就是住相 那第二个阶段啊 就是我们努力在修到 一切都是假的 都是假的啊 我们就不用追求 就不用去追求所有的 这一些外在的形象 可是呢 我们已经修到 知道那个所有真理守在了 真理守在你全部知道以后 他呢 有限必限相 所有的相都有限在 所以我们会讲说 万法皆空 那万法会走到 空的那个程度 那空性就是佛性 那个空 称所有的万相存在 所以西空无相 不拒绝诸相发挥 有没有 西空没有形象 可是你要呈现的时候 西空都不拒绝 像说我们盖这个同意宫 本来也是一个空地 然后盖起来了 他空地不会拒绝 所以你不能到我去 这个地方是我的 有没有 不会 对不对 所以西空没有相 不拒绝所有相 全部出来 这样了解意思吗 所以我们那个法注法位 就是了解说 他有相 因为就是有性 有性他就现相 现在我们就是要了解到 我们是自重性 还是自重相 我们自重性的话 全部都是在法注法位 世间相长久 那我们注相的话 相都是假的 这样了解吗 所以到后来的时候 形象 所有人看到所有形象 那一些形象 都是真心佛心 我们不是有说经为 经是常而不变 为是变而有常 那环城的万象 它一直在变 可是它在变之中 它也有常态 就是有佛性本体 你才能够现相 没有佛性本体 你相就现不出来 所以三合大地 也都是我们真心佛心 这样懂得吗 是有点深 可是我们往后 会慢慢的来讲 让我们对这个更了解 所以或者说鼓励各位 整套 整套都带回去 很方便 下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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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课